HELLO 大家好,我是Winni 今天要來教大家如何簡單的更換這一組 DO-8113 單效液菌進水器的濾芯喔 我們要先找到我們的水源開關 開關位置如果跟我們水管呈同一個方向 代表它是通水的狀態 這時候你要幫我打乘90度 讓水停留在這個地方 關閉水源之後 記得要從龍頭的地方 將裡面的雨水做排出的動作 排出結束 再將冷水開關關掉就可以囉 那再提醒大家 更換濾芯之前 可以在底下鋪一條小抹布 避免裡面的雨水滲透出來 順勢的用手轉一下 它就可以輕鬆許下來囉 那你再找到同樣的顏色還有編號 拆除新的包裝 再幫我們反方向 裝回去 這樣就可以輕鬆完成更換濾芯的動作 更換完成之後 再找到我們的水源開關 把開關打回平行方向 讓水可以繼續流到進水器 那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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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還要再到我們的龍頭的地方用冷水 把裡面的空氣以及活性炭做排出的動作 排除時間大概是五分鐘 排除之後就可以正常飲用囉 如果大家是購買這一組 VO8106高效能進水器 一樣幫我們找到更換的濾芯 順勢的幫我們用手轉一下 就可以輕鬆取下來囉 取下來後一樣幫我們拆除新包裝 再幫我們反方向 轉回去 這樣就完成囉 如果要更換這支該怎麼辦呢 沒關係 你可以打電話進來找到WINI WINI會幫您派出專業的技師 道府為您做服務喔 如果您是購買這幾種機型 自行更換方式都是一樣的喔 如果還有什麼問題想了解的部分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們 或者是加入我們的LINE 或者FB粉絲專頁 都有專人一一跟您做回覆喔